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初只能用镯子来拉煤 至于怀军名将刘明转 1880年在作者中所言的若铁路高城 则声势联络 血脉贯通 踩兵结响 并成静旅 防边防海 转运枪炮 招发西指 驻防之兵即可为游击之旅 十八省合为仪器 一兵可抵十数兵之用 将来兵权享全 聚在朝廷 内众外卿 不为将臣所先制 以则不被重视 作为东亚文化国家 日本建铁路也遇到了很多 与清朝类似的困难 日本戊城战争时期 1868到1869年 运输方式很落后 后勤难以保障 因此打败幕府之后 就把修建铁路骑上了日程 本徒为日本最早的新桥站 然而火车对日本人来说 也是绝对的新鲜事物 很多日本人也怕火车 扰了他们祖宗的清静 不少人起而反对 本徒为与新桥站同时建成的 横滨站朝廷共臣 为新三节之一的西乡龙盛 反对的理由则是 当下最应该发展的是军力 不要把有限的钱用到一时难以见效的事物上 本徒为日本第一列机车 然而西乡龙盛的观点并未形成主流 因为戊城战争糟糕的运输状况 深深的刺痛了一些人 他们觉得发展铁路不但能促进经济 同样也是发展军力的一种方式 这就与刘明传所演绎曲同工 朝廷有将兵力运送到任何一个地方的能力 就不必再怕那些割据势力不听话了 本徒为日本第一条铁路隧道 但当时日本确实没钱 跟清朝一样 当时的日本人也希望是自己国家修铁路 而不使利权落入列墙手中 最终他们通过从英国银行货款 开始修建铁路 本图为1874年通车的大阪站 1872年10月14日 29公里的新桥横滨铁路通车 明智天皇亲自参加开通仪式 从此日本铁路快速发展 而十年之后 李鸿章为了避免慈禧太后党人的反对 只敢偷偷造火车头 对日本而言 之后事情的发展就超出意料了 西乡龙胜等人为了维护士族利益 于1877年起而反抗朝廷 史称西南战争 而明智政府正式使用了四通八达的铁路 后勤不再像戊城战争中一样难以为继 本图为1911年左右建设中的东京车站 从而迅速地平定了判断 如果当年西乡龙胜的建议占了上风 日本历史会不会被改写呢 本文照片 来源网络 若有金权 请联系删除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 李宗盛